第九题 有关化学反应式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A.用键号表示化学的反应方向 这是对的 我们上课教过 键头表示反应的方向 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示实际发生的化学反应 不能平宫杜撰 这也是对的 也是上课讲过了 我们必须要写出确确实实的反应 不是自己乱猜乱想的 C.化学反应式的平衡系数 代表反应物跟生存物的末术比 这个是对的 我们说平衡系数均衡系数代表个数 也就是末术 所以C也是对的 诸化学反应式中 反应物与生存物的原子数目不一定相等 这个是错的 因为道尔吞原子说告诉我们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他们的反应物跟生存物原子数目 是一定都会相同的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化学反应式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朱 化学反应式中 反应物与生存物的原子数目不一定相等 这个是错的 啦 就算了 关于化学反应物与生存物的原子数目不一定相等